红金宝红一辈子,三个儿子中他混得最差,却长得最像红金宝。 对于红金宝,想必大家都很熟悉了。 他是早年香港娱乐圈的大哥大,现在更是导演、武术指导、编剧等。 图片上是红金宝65岁生日,这是他一家的全家福。 常演道,虎父无犬子,这在古代将门之家或许很受用,但是在如今的娱乐圈真的一点不灵验。 红金宝有三个儿子,分别是红天明、红天翔、红天照。 虽然三兄弟都有在娱乐圈打探,其中红天翔在娱乐圈发展却最不顺利,基本目前也没啥新作品。 红天翔在家中三个男孩中排行老二,他是一名歌手也是一名演员,曾经逃者远赴洛杉矶挑选新年时,把红天翔与另外四名美籍亚裔青年撮合成了一个组合,之后他返回台湾发行了第一张专辑。 红天翔 专辑发行后方向平平,但是红天翔还是坚持自己的音乐之路,随后陆续发行了三张专辑,但是结果还是一样,之后网眼一圈发展,出道以来出演过四部电影分别是《沈友情人》、《再见妈妈》、《再见妈妈》、《再见》。 乐之路,港兜2012,电视剧出演过《皮子英雄》,但是很多情况都是戏红人不红,你这让红金宝怎么碰啊? 虽然你也很努力,大儿子红天明出演过《沙破狼》、《活佛纪宫》等,受到一些关注。 红天明和香港的女明星周嘉蔚结婚,并有两个孩子,大儿子红天明。 而小儿子红天照也走了演员这条路,在老爸红金宝的庇护下揭拍了不少影视剧,与父亲红金宝合作电视剧《特警飞龙》正式出道。 今年红天照主演网络电影《贵权》,也受到了广泛好评。 红天照与范冰冰。 三个儿子,只有老大和老三脸数点,老二似乎露面更少,不过老大和老三长得倒是非常想象。 红金宝也算是照顾孩子了,但是没办法就是红不起来,作为长得最像红金宝的红天祥。 相对于自己的兄弟,你倒加油啊! 红金宝红天祥。 红金宝有心培养儿子做接班人,但是看目前这个情况,明显有心无力了。 不过,作为娱乐圈的领军人物,儿女们如何发展更多的看个人发展吧?老话不是说儿孙自有儿孙福吗?相信红金宝也能看得开。